排扁四周的精緻雕刻 寬闊的走馬騎樓 處處都彰顯著雷生春當年的顯黑 這棟有80年歷史的四層高堂樓 現在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展覽功能的現代中醫館 為了在保留原有建築特色的基礎上 配合醫館的使用要求 修復中的一項重要工程 就是為每層的騎樓走廊安裝這些落地玻璃 擴闊了使用空間的同時 亦都不影響雷生春的外觀 用青玻璃圍封走馬大騎樓 我們為何會見到現場 它是會將它坐後了450mm 那個目的就是我們會尊重一點可還原性 如果有朝一日雷生春決定 我們要將這個走馬大騎樓變回一個開放式 我們現今所掃的所有功夫都可以把它拿走 而對建築物的破壞是一個很低的程度 唐樓的室內被分隔為治療室和藥房等等 而走廊的位置就成為了中醫藥文化展覽區 負責整個活化計劃的浸大指出 工程的關鍵是要兼顧醫療使用和展覽教育的功能 在整個努力去做的都是一個平衡的作用 而我們做的就是我們中醫藥學院 我們是努力要達至他們用家的要求 令他們將來可以提供到一個優質的服務給社區 而另一方面我們又將藥乾的展示區 亦都要帶來給社區 麻雀雖小我們希望五臟俱全 活化後的雷生春會在今個月25日開幕 中醫館日後會為市民提供針灸、骨傷治療等中醫保健服務 預計每日可以接待80至100名病人 整個雷生春活化項目總共用了2800多萬 重新開放之後 市民除了可以來這裡做中醫治療 又或者預約參觀之外 平時走過還可以進來喝一杯涼茶 一樣可以感受到這間老醫館的建築特色 香港分盤電視記者王嘉莉報導